欢迎收看后顿网视频教程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3w.后顿网.com 免费下载高清版 请登陆后顿网论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顿网视频教程 这期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Linux操作系统的管理与维护 那么在这期课呢我们将给大家讲解 如何在Linux操作系统服务器当中 来安装配置我们的网络文件服务器 那么简称呢叫做NFS文件服务器 那么NFS的全称呢就是Network Files Server就指的是什么 是网络文件服务器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需要掌握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掌握NFS服务器的安装配置和使用 那么掌握NFS客户端的配置 以及需要掌握的是挂载和卸载这种NFS的这种共享目录 那么什么是NFS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NFS 它有什么样的好处 那么首先 NFS呢它是系统进行文件共享的一种网络协议 那么在NFS的这种应用结构中呢 有服务器和客户竭两种决策 首先呢也就是说它也是基于什么 基于这种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一种软件 那么其次呢 NFS客户端它是通过什么 通过挂载NFS文件系统方式来访问NFS服务器 它的这种共享目录那么在同一台主机当中既可以是NFS服务器 也可以作为什么NFS客户端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么去讲解 或者说这么来说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难以理解 对不对 那么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有一种操作方式叫什么 就是说我在自己的电脑当中把一个这种目录 比如说我随便找一个目录 那么比如说Wamp这个目录 我怎么样把它共享出来 我共享这个名称 然后呢 我共享出来之后呢 它就变成这样的图标了 有一个手托着 就表示什么 这是一个共享目录 那么找到这个共享目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着啊 我们就可以让其他人来访问我们这个目录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 它呢 可能就会显示 显示什么呀 显示我们的这个目录是否已经共享出来了 那么共享出来之后 我们怎么着啊 我们就能来查看我们这个目录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当前的这台计算机 那么我就可以打开它直接来查看 这个目录呢 就是共享的 我就可以直接来查看到这个里面目录有哪些信息 那么针对于其他用户而言也是一样 它只要能找到我这台电脑 它就可以直接来访问 那么这个呢 是针对于Windows操作系统而言的 那么针对于Linux操作系统而言 那么它使用的是什么 它使用的就是NFS 那么它的学名呢 就是网络文件服务器 那么这种网络文件服务器呢 它只适用于什么呀 只适用于Linux操作系统 它针对Windows操作系统是不起作用的 也就是说两台Linux操作系统之间 或者十台Linux操作系统之间 那么其中有一个 我们搭好了这种NFS文件服务器 我们就可以怎么着 我们就可以把这台文件服务器当中的一些目录 共享出来 然后让其他的九台 这种Linux服务器都能来访问它 这个呢就是关于什么 关于NFS这种文件服务器的一个这种介绍 那么希望大家呢把这个理解清楚了 首先 NFS这种服务器呢 它只针对于Linux操作系统 它针对Windows操作系统是不起作用的 其次呢 其实它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共享一个目录 让所有的这个Linux操作系统都能够正常的访问它 就可以了 就这两种功能或者说或者说它的基本概念 大家需要把这个掌握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NFS服务器当中的一些这种基本设置 那么比如说如何来安装NFS服务器软件包 如何来启动NFS服务器的程序 那么如何来设置NFS共享目录的输出 那么包括下面 我们在客户机当中如何来设置我们的这种NFS 大家来看一下啊 首先如果我们想要搭建NFS服务器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两个包 一个呢叫PortMap 一个呢叫NFS横线Until 我们需要这两个软件包 那么只要我们有了这两个软件包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搭建我们的NFS文件服务器了 那么大家看下面的一行 软件包的安装 默认情况下 在SentoOS 5这个操作系统当中 这两个软件包是已经默认安装好的 所以基本上来说 我们呢只要把操作系统安装完成之后 直接来怎么着 直接来运行这两个软件包就可以了 那么针对于其他的这种Linux操作系统的发行版 我们不知道它是否存在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呢 你需要手动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安装 那么如果它存在了 你就不需要安装了 直接来使用这两个软件来进行 来进行设置就可以了 这个呢是关于这两个软件包的一个说明 大家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打开另一个铺体 然后呢 直接RPM 怎么着 查找对不对 查找什么呀 查找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软件包 一个叫PortMap 我们有这个对不对 然后呢第二个呢 RPM-QA直接查找什么呀 NFS 你会发现有NFS-NTO这个软件包 所以这两个软件包都是已经安装好的 我们直接来使用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既然这两个软件包都有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我们如何通过这两个软件 把网络文件服务器给搭建出来 那么首先先确定这两个软件是否已经启动了 我们直接输入什么 Service 然后什么PortMap 然后 然后后面什么 S-T-A-T-U-S 查看到的状态 你会发现什么 PortMap is running 默认状态下就是启动的 那么OK 另外一个NFS是否已经启动了呢 NFS 然后直接输入什么 S-T-A-T-U-S 你会发现什么 NFS 默认什么 状态是停止的 它的有三个守护进程都是停止的 我们需要把它给运行起来 对不对 直接输入什么 NFS 然后黄码跟障 START 把它启动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表示什么 这个网络文件服务器 它是默认 现在呢 就是我们已经把它启动起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说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来把它给搭建出来 这个步骤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如何来使用这个网络文件服务器 现在呢 只是说把他们的这个两个软件给运行起来了 那么如何来搭建呢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看到它的这个配置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 大家看一下 这个文件有一个叫export export这个文件 它在什么地方 这个文件用于什么 这个文件用于配置 NFS服务器中的这种输出的共享目录 也就是说 你需要来配置这个文件 来共享你的这个输出目录 所以在这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文件 我们直接来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文件啊 我们 如果要使用网络文件服务器做演示的话呢 可能是需要两个Linux的系统 来给大家做这种相关的演示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用两个来做 那么首先呢 第一个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服务器 它的IP地址是多少 134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大家再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136 那么 这是两台不同的Linux主机 我们呢 把后盾网这台主机搭建成什么 搭建成NFS网络文件服务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搭建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首先需要查看一下什么 ETC下面有个叫export这个文件 看一下这里面 这个网络文件呢 是空的 没有任何内容信息 那么如果我们想做 想共享一个目录出来 如何来共享 就是来通过这个文件来共享的 我们直接VIM来打开这个文件 来进行共享 那么如何来共享 大家看一下 它的内容呢 非常简单 比如说 我想共享一个目录出来 这个目录在什么地方 首先我们需要输入什么 输入它的路径 对不对 我们把后目目录里面的 一个叫做什么 NFS NFS这样一个文件夹 把它给共享出来 然后后面跟上什么 一个星号 这个星号表示什么意思 我们放到后面说啊 我们先就按照这个 这个来输 输入什么星号 SY NC 包括这个参数 以及后面这个参数 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放到后面来讲 那么把这个都输入完成之后 大家看一下 NFS共享目录名称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往下呢 客户端的这个名称 客户端主机的名称 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说啊 大家看一下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保存退出 那么这个文件里面呢 肯定就有内容了 对不对 这个文件里面就有内容了 有了内容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NFS共享目录名 这些东西呢 就是一个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啊 紧接着第二步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比如说 Export文件中的 客户端主机IP地址 它呢 最大的是什么 星号 星号表什么意思 表示所有的主机 都可以来共享 都可以来 来访问这个共享目录 我们在这个里面 共享了一个目录 叫什么 叫做home home下面有一个文件夹 叫NFS 对不对 然后呢 后面加一个星 表示什么意思 就表示所有的主机 只要能访问 你就可以来打开 我的这个共享目录 所以呢 是针对所有的主机 来进行操作的 那么再往下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输入的是 这种test.com 就表示什么呀 只有这个域下面的 主机能访问 如果我输入一个IP段 表示什么意思 就是只有这个网段 中的主机能访问 其他的是不能访问的 它的这种限制呢 就越来越小 从上到下来访问 就是什么 指定一个IP地址 来访问我 其他都不能访问 指定域名的主机 来访问我 指定网段中的 所有主机来访问我 指定域下面的主机 来访问我 以及什么 以及这个 所有的主机来访问我 这样就是一个 全线范围的一个 这种扩充 大家呢 需要把这个注意一下 然后呢 再往下 关于这个括号里面的参数 大家来看一下 SYNC 表示什么意思 它呢 是表示 服务器同步写私盘 这样的话呢 不会轻易丢失数据 所以呢 建议所有的 NFS共享目楼 都使用该选项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果我把这个 参数写上 就表示 凡是来访问 我的这种客户端 我都给他做什么 做这种文件数据的同步 就是说 我这边有更新 那边马上就会同步到 他的主机上面去 所以呢 这样可以保证什么 保证你的文件 不会被丢失 那么这边是什么样的 那么原来的文件 就是什么样的 就是两边之间的文件 保持一致 这个呢 就是关于S1NC 他的一个意思 那么再往后 两个 一个是RO 一个是RW RO表示什么意思 RO就表示 共享目录只读 那么RW就表示 共享目录可读写 如果是RO的话 就是客户端 只能访问这个目录 但是他不能怎么着 他不能进行 对他写操作 也就是说 你不能删除修改 那么 针对于RW而言 就不一样了 RW呢 你既可以读 也可以写 也就是说 你可以做任何的操作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这两个参数 是不能共同使用的 在这个括号里面 你要么是RO 要么是RW 但是呢 这两个不能都写上 就是这样 这个呢 是关于Export 这个文件介绍 那么他里面需要的 这个参数呢 基本上就这些 非常的少 你需要知道 在这里面写这么一行信息 就可以了 我们就把一个目录 共享出来了 那么接着往下看 这是一个实例啊 这是一个简单实例 接着往下看 我们把这个写完之后 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需要把这两个服务 都得做一个重启操作 所以接下来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打开铺体 然后呢 把 把Potmap 这个重启一下 然后呢 把什么 把NFS 重启一下 都重启完成之后 这个 他就生效了 但是呢 有一个前提 我们要共享的目录是什么 我们要共享的目录 是在home下面 是 我们共享的目录 是home下面的 一个目录 叫什么 叫NFS 那么 在home下面 有没有NFS 这个目录呢 大家看一下 没有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它给创建出来 叫什么NFS 对不对 那么创建出来之后 它的属主 大家看一下 它的属主是什么 它的属主是root 但是呢 我们用的是NFS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它的输入 改成什么 改成NFS这个账号 这个账号呢 是存在的 大家呢 可以直接打开ETC Pathwd这个文件 来查找NFS 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这里面呢 有个NFS nobody这样的一个账号 它呢 是一个命名的NFS用户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目录 改成这个NFS用户才可以 所以在这呢 我们如何来修改 直接C-H-O-W-N 对不对 然后呢 杠二 后面跟上什么 NFS 然后Nobody 然后冒号 NFS Nobody 后面跟上什么 NFS 对不对 然后这样的话呢 再去查看 它就是NFS Nobody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目录有了 全线改了 也就是它的属主改了 然后呢 我们的配置文件也改了 那么服务也重启完成了 这个时候说明什么 你的主配置服务器也就成功了 也就已经做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如何来把主服务器的这个共享目录 共享出去 然后呢 让客户端来访问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客户端这边的Lending software系统 如何来配置 那么客户端这边配置呢 非常的简单 第一呢 我们也不需要去运行什么PortMap NFS这样的服务器 这样的软件 因为把这两个软件运行起来之后呢 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这是一个网络文件服务器 我们需要做相关的配置 如果它只是一个客户端的话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做的是 把它共享出来的目录 在我们的主机上能够正常的显示 并能做这种相关的读写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打开我们任意其他的就是另外一个Linux操作系统 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要确定我们能够访问 另外一台网络文件服务器 我们直接拼一下它的操作 192168.229.134这个文件服务器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发现它是通的 然后呢 这个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 我们就把它设置一下 然后呢 把那个共享目录拿到我们这台主机上来显示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首先 我们要在MNT这个目录里面 然后呢 创建一个新的目录出来 创建一个新的目录出来 比如说叫MKDR 然后叫什么 叫后盾 或者说叫共享目录 都可以 叫共享目录吧 然后呢 把这个目录创建出来之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因为它的这个输入目录 也是root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 CHOWN 然后 杠 R 后面跟什么 NFS Nobody 然后 NFS Nobody 对不对 然后Shield 对不对 然后呢 把它改过来之后 我们需要做的另外一个就是 通过网络的方式 把网络文件服务器 共享出来的那个目录 然后呢 直接映射到 我们这台客户端电脑上来 那么如何来映射 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们输入什么 我们用什么 MNT这个命令 对不对 MNT后面跟上什么 杠T 我们用的文件系统是什么 我们用的是NFS 这样的文件系统 对不对 然后后面跟上什么 跟上就是 网络文件服务器的地址 对不对 192.168.29.134 后面注意啊 这儿输完IP地址之后 后面呢 要加一个冒号 因为后面呢 就指的是什么了 就指的是共享的目录了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个目录的名称给加上 用这个冒号来隔开 我们共享的是哪个呢 是后目目录下面的 对不对 那么后目目录下面的那个文件夹叫什么 叫NFS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目录挂载到哪 挂载到我们本地客户端的电脑上来 所以后面是什么 后面我们要把它挂载到哪 我们是在哪 创建的那个文件夹 是在MNT MNT这个目录下面 有个文件夹叫什么 叫Share 对不对 然后呢 挂载到他 挂载到这儿来 然后呢 直接回车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挂载成功了 那么挂载成功之后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进到Share这个文件夹里面去 肯定是空的 没有任何文件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他们是怎么做同步的啊 首先这个时候 我们打开我们的网络文件服务器 打开我们的网络文件服务器 然后呢 在这儿 我们共享的目录是叫什么 是叫NFS这个文件夹 然后这个文件夹因为也是空的 但是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网络文件服务器 共享出来的目录 而那个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mount 就是一个挂载上来的 或者说属于一个这种查看的 在这儿呢 我们只要新建一个文件 默认在这边就应该能够正常显示 这是他的这种功能 或者说是他的原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touch 然后touch一个后盾 一个文件出来 然后呢 touch这个文件出来之后 在这边 它是不是应该显示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直接来查看一下 LS 你会发现什么 是不是存在了 也就是说 这台服务器上 无论做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它默认都会把这些文件 自动的给你同步到 你这边的服务器上来 那么这个呢 就是网络文件服务器 它的一些好处 那么换句话说呢 我们在这边共享一个目录出来 我们可以同时把它什么 映射到各个的客户端上去 然后呢 让所有的人来查看 这些共享的网络资源 所以呢 这个就是NFS NFS网络文件服务器 但是呢 有一个前提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里面也会涉及到一些这种基本权限的使用 比如说 在这个目录里面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我们是在网络文件服务器里面创建出来的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呢 在这呢 我们想把它给删除掉 或者重命名一下 比如说 我想把这个文件重命名改成什么 改成HD 然后回车 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什么 它提示什么 cannot move 后顿2HD reader only file system 表示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没有权限来更改这个文件 为什么 因为它只是一个止读的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止读的系统 那么你没法去做这种相应的调整修改 如果我们想调整小修改怎么办 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需要去修改ETC目录下面的expose这个文件 然后呢 把什么 把这个R改成什么 改成RW 这样的话呢 你就有读写操作权限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重启我们的什么 两个小软件 一个是PortMap 然后呢 直接做一下restart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关于NFS 然后呢 也是做一个restart 那么重启完成之后 这个时候 我们再重新来做一个操作 MV 还是重新来修改它的文件名称 后盾改成什么 改成HD 回车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什么 HD改了 对不对 已经不叫后盾了 改成HD了 那么它这边是否也已经修改了呢 大家来看一下 LS一下 你会发现什么 后盾那个文件已经被成功的命名成什么了 命名成HD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网络文件系统 它的一些这种使用好处 大家需要掌握的是什么 安装完操作系统之后 你需要确定的这两个软件 PortMap是否已经成功启动起来 PortMap是否已经成功启动起来 NFS是否已经成功启动起来 如果这两个都已经成功启动起来 那么稍后 如何来配置 或者说如何来修改 ETC目录下面的这个Export文件 然后通过这个修改 把你要共享的目录共享出来 然后呢 在任意一个客户端电脑上输入 输入一个命令 叫什么命令啊 就是Mount这个命令 对不对 我们需要把它挂载 我们需要把服务器上的这个共享目录挂载到我们本地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时长性的来查看了 那么如果哪天说我不想看了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来查看这个目录了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给卸载掉 那么如何来卸载 U Mount对不对 然后输入什么 这个目录是什么 MNT对不对 然后呢 把Share直接给它给U Mount掉 那么它这显示什么 你看MNT Share device is busy 说明说明什么意思 说这个设备是忙的 你没有办法卸载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个原因就是这样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目录 因为你现在在这个Share目录里面来 所以呢 你没有办法在这个目录里面来执行这个命令 如果我们想把它给卸载掉 首先我们要退出当前的这个挂载目录 然后再去执行U Mount这个命令 直接回车 这时候它就不再显示BZ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已经把它给卸载掉了 那么卸载掉之后 你再进到MNT这个 MNT这个目录里面 然后再进到Share这个目录里面 然后你在LS查看 你会发现什么 空的 不存在了 对不对 那么这边呢 有影响吗 它的文件还是这儿 没有任何影响 对不对 所以呢 它们两个之间 你是什么时候需要断开这个共享 随时都可以 MNT U Mount 就完全能帮我们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实现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服务器那边呢 网络文件服务器那边呢 它能做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客户端这边 比如说我们再挂载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已经挂载成功了 我们已经挂载成功了 我们再去LS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我们再去LS的时候 我们发现 他们两个是同步的成功的 那么针对于网络服务器这边 它能查看到什么信息呢 我们输入另外一个命令 叫什么 叫做 呃 ShareMount 输入ShareMount这个命令 后面跟上什么 这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啊 有ShareMount 这个参数 大家来查看一下 查看一下它的这种信息 啊 它的这种地址 它是得不到 它得不到这样的IP地址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关于那个命令 我们直接输入什么 ShareMount这个命令 然后呢 杠义 杠义显示什么意思 就显示当前这台服务器上 你共享出来的这个 共享目录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 它是允许什么来访问 你这个共享目录 这个呢 是ShareMount刚义 它的这种解释说明 我们也可以通过ShareMount 这个命令来查看什么 杠A 大家看一下 杠A显示什么 All Mount Points on Holden网 也就是说它会告诉你什么 哪一台计算机 现在呢 来正在读取 或者说正在共享 你的这种共享目录 那么这个地址就是136 对不对 这个是136 大家看一下 对不对 也就是说客户端 有一台客户端 192168.229.136 这个客户端 它在什么 它在挂载 你的当前的这个共享目录 那么用白话来讲呢 就是说客户端 这台电脑 它在访问 你的这个共享目录 对不对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 把U Mount这个命令 就说我们把它给卸载掉 U Mount 然后呢 后面跟上什么 MNT 对不对 然后Shel 把它给卸载掉 那么卸载掉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 U Mount-A 你会发现什么 不存在了 对不对 所以通过 U Mount-A-E 你就能查看什么 第一 你本机 共享出来的目录 有什么 其次 通过U Mount-A 我就可以来查看什么 究竟有哪几个客户端 现在正在访问 或者说正在挂载 我当前服务器上 正在共享的这个目录 我都可以查看 相关的信息 这个呢 就是关于什么 就是关于NFS网络文件服务器 它所使用的一些这种方法 那么它的这种搭建过程 安装过程 以及配置过程 其实都非常的简单 那么搭建一个网络文件服务器 NFS 你基本上不用去做什么操作 你只需要做三个步骤就可以了 第一 确定你的当前计算机当中 已经安装了什么 Port Map 这个软件 以及NFS 如果没有安装的话 建议你安装上 那么针对于这两个软件 已经安装上呢 是针对于CentroOS这样的操作系统 那么像SUSE 像什么 Ubuntu已经抵辩 这样的 LINK发行板是否已经默认安装上呢 这个我们不确定 那么需要你用它的这种相关命令来查看 如果有的话呢 也是直接来配置 那么其次你需要做的是什么 VM直接打开什么 打开Expose这个文件 把要共享的目录 共享出来 然后呢 共享完这个目录之后呢 记住把 共享目录的这个属主给改过来 改成NFS默认使用的这种用户和用户主 那么把这个改完之后 你需要做的就是什么 把这个两个软件都重新启动一下 那么重新启动完成之后 在客户端直接执行挂载操作就可以了 那么挂载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这种相互关键的这种数据同步 那么这样的话呢 整个的NFS网络文件服务器 你就可以来正常的使用了 那么当你把这个NFS网络文件服务器搭好之后 它可以针对一个口端来使用 那么也可以针对多个口端 比如说10个20个都是可以的 那么只要 只要是什么 只要你在配这个什么 配这个网络配这文件的时候 只要你保证这输入的是一个信号 它就允许所有的主机都可以访问 只要你在这设置的是RO 那么就表示什么 表示所有的用户 它只能去浏览 它不能修改 那么如果是RW的话呢 它就既可以浏览 也可以读写操作 想怎么修改都怎么修改 所以一定要注意后面这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那么其他的呢 就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了 大家呢 可以课下 把这个网络文件服务器搭建一下 来使用一下 相对来说 它的这种搭建 使用还是非常方便的 好 我们这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后盾网提供免费视频分享 如果在学习中遇到问题 请到后盾网论坛进行交流 也可以加入后盾QQ群 同时后盾网论坛提供高清版下载 感谢您的收看